居虹烈焰 烧得猛烈 火蛇从屋内窜出 伴随浓浓黑烟 眼前透天错 全面燃烧 屋内陷入火海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但屋内一家四口 人命关天 消防人员奋不顾身 抢救人命 挺进火场救援 成功救出一人 但祝容无情 一人送出几具礁石 暗夜恶火 夺走三条人命 屋主小儿子跟着火雕壳人员 重返家园 前一晚住朋友家头部死结 但这场大火 却夺走了双亲性命 听到有蹦一声 我刚才就往窗户看 都冒白烟 叫救护车啊 烧火了这样 21号凌晨一点多 新北市英哥一处透天错 传出爆炸声响 随即窜出火苗 起火点在一楼客厅 一次电线走火引发火事 批批屋内有木材装潢 熊熊烈火 伴随浓烟 顺着楼梯 一层一层向上烟烧攀升 宛如烟囱效应 火事窜到三楼 浓烟继续向上 酿成三死一伤 而最致命的顶楼夹盖 让整栋透天错 宛如闷烧锅 都是密闭的 楼层中间又有一个室内梯 所以这个熔烟 短时间把这个窜身 每一个房间门都没有关 顶楼夹盖是最 这一次影响排烟的 最大的阻碍 54岁曾信校长 被发现命丧四楼 他的法妻 陈时在二楼后阳台 19岁外申在三楼玄关被发现 唯独21岁的外申女 从三楼跳出骨折送医 逃过一劫 屋内构造 酿成烟囱效应 加上一次还有木材装潢 才会让火事又急又猛 偏偏时间点 大家都在熟睡 根本没时间逃命 最终才会让这一场 暗夜恶火 酿成三死一伤 记者新美事做不到